字幕提供出發表 luz 大家好 我是Sanamu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 我們今天的玩意兒是 豬仙娜 我們有四個角色可以選一隻 青雲 太極流 不 太極元清道 合歡 百花盒 鬼王 元冥道 這個不錯 還有你看到帶著那個塔特別大顆 我很興趣對這個 天陰啊 我今集決定要做網路人妖 不過這個大家都說得完 因為我每次都是做網路人妖 這個不錯,我就選你 唉唷,這個不錯,可以自訂罰 這個我喜歡,那我選哪個法國呢 雖然網路人妖,當然要像一個人妖 這個是不錯的 這個又太MK了,我不喜歡那個劈音 那個劈音是完全看不見未來的劈音 嘩這個,都不錯 但是白頭髮就很難carry 那我選一個比較容易carry 有些頭色 但這個好像是涼味 還是選這個呢,這個有些girly 好,就來吧 眼神 愈可愛愈好,是不是啊,baby 但這個有點妖艷,我又多喜歡 這個就可愛,這個妖艷 可愛的妖艷呢,可愛的妖艷呢,可愛的妖艷呢,可愛的妖艷呢 還是選這個呢,很多人選啊 我選這個,妖艷的戰火 大家好,我是古阿莫 今天講一個妖艷的健康的故事 我們都是,欸,開始選服裝啊 大家覺得我這個服裝好嗎 粉紅 橙 這個就黃 黃就一般啦 綠色就戰鬥格 那我當然選擇女神 你這個名字 你這個隨機名字會大搞笑 我叫單春遊 不好意思,有點崩潰 有點崩潰 女性角色呢,我一般都叫萊姆的 大家看完影片就知道了 那我就不是單春的,大家放心 好啦,來吧,創建 WTF 竟然我的名字被人摸了,有沒有搞錯啊 萊姆都被人摸了,太過分了 沒有錯了,沒有錯了 這個就是我全新的一個 新妖艷 以後呢,我不叫萊姆 這個人太普通 我叫做萊姆妹妹 創建成功啊 鬼母人用這個名字 你執迷不悟啊 你跟我走吧 你跟我走吧 這個應該不是我 我明明是女生來的嘛 張小凡,這是我們故事的主角 故事發生在青雲山上 那就是剛才第一個派的派對 這個應該不是我來的 是我來的 萊姆妹妹 但我穿身這麼帥的甲 嘩,好厲害 我可以踩劍飛的 好,此來我不會 快去保護迫謠小者 有阻撓者 殺 OK,二燈 這個不需要教 應該非常簡單 打他老鼠啊 按著他攻擊 手勾不錯,放技能 有型 這個角色就是肉盾 所以基本上就是近戰型的角色 爆擊也不錯 嘩,這枝機也沒有 嘩 這個超厲害 這個超厲害 超厲害 這個角色不錯 本角色 天鬼地滅 不是,鬼天滅地 掉轉了 這個肥袋一看一隻是奸 不用說不到 是你啊,是奸 田不宜 為何可以遠距攻擊他 很可惜你打不到 I am so sorry 本少女加客是無敵的 就憑你 這個雕蟲小巨 打我不會痛啊 告訴你 田北神 不是 田北傑小朋友 受死啦 你看到你快沒血了 小朋友 你還忘記吃飯? 你媽媽叫你 你一直都這麼肥 是時候要吃飯 這個時間 見不見到啊 LOSER 你是LO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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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是誰要做怪我 欸?做甚麼? 我們是故事的主角 入妖魔 如何向天下交代 我要滅掉 不行 這個時候 萊姆妹妹妹 出來 突然進入獅子裡 我們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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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死了 死掉了 他流下來的 之後 這一媽的 靈刀 I will miss you 這個人在哭 裝了 你見不見到啊 後面就有新女了 你值不值得我去死啊 剛剛死完有新女了 各位 奉勸各位天下少女 遇見男神 千萬不要以死相許 是不值得的 你見到啊 這個賤貨 有新女了 太過分了 我禁忌公司呢 邀請我去試玩遊戲 但是 等等 為甚麼 為甚麼有些人騎著那個葫蘆的 哈哈哈哈 我覺得騎著那個 這隻鳳凰應該都很誇張 騎著那個葫蘆 是甚麼回事 哈哈 我們先說正題 大家可以找到我的長影嗎 我都不需要說太多 大家都有眼看 你看啊 多誇張 現在手遊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可以做到這麼漂亮 這樣不行的 那你叫之後人們怎樣做手機遊戲 還可以怎樣做 怎麼搞 這件事不得之了 來到這個時間 有活動可以參加死靈之淵 是可以怎樣的呢 副本次數2超過2 是不是已經不能再打呢 我可以僱傭 僱傭兵喔 這些僱傭兵會幫我打的 他有50多Lail 我覺得17呢 真是very good 好啦 我們試一下可不可以打 進入副本 又真的可以打 好 來到副本 喂喂喂 你們幫我打好嗎 我認真打一打 好 這個副本應該就是 如無意外 應該是打怪 哈哈 來 Come on 你是不是姜老三 是不是你 是不是欺負我的男人 你 我的僱傭兵很厲害 我給你聽 不要小看他們 僱傭兵不是開玩笑 看到嗎 我僱傭兵挺好抽 我都不用怎樣抽 你姜老三 又殺死了 又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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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兵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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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招吧 小兵 呀 好 突軍進度72% 差不多 這隻赤眼豬妖 嘩 瞬間被秒殺 來了 BOSS終於來了 我們打這隻肥龍 我會不會害怕你的肥龍 給你聽 啊肥龍 蝙蝠阻礙了 我要打肥龍 Come on 黑水妖蛇 不是黑水圓蛇 搞定 成功 然後呢 還有一件交好油 非常好 撿管這些東西 離開負貝 但這個負貝 我覺得好在 有時你不可以即時找到 善上的朋友 你都可以支援 僱傭兵去幫你 這個就是 非常好 我現在進了另一個活動 這個活動呢 叫做 夢境 噢 嘻嘻嘻 嘻嘻嘻 這個活動要做 夢境 河陽 我活動神奇祭呢 是他匹配 老手會參加的 總之 我現在是被carry 因為實在太難了 我的實力實在是遠遠不及的 Q戰這隻 我的朋友是有61級 OMG 那這個真的 非常之好 啊 不要打 你不要再欺負我 我給你聽 你再欺負我 我的朋友就會打你 給你聽 看不看 看不看 我只是在旁邊 唉 我明明走得很遠 這麼多死的 有沒有搞錯 他要死 我還沒刀 我還沒刀 哇 非常好 嘩 這樣升叻很快 不是開玩笑 這個是不是升叻的秘技 不過說實話 你看我現在的新裝備 比我已經開始的時候 好多 好帥啊 藍色的 你不要衝過去打 你什麼實力 你是不是不知道啊 自己 你雖然由剛才的十幾 變成25 但是 你們的實力 從槍梭太遠了 我們當然要在旁邊 偷襲一下 好嗎 這樣就好 打兩隻 不過新手玩家 原地活的 我們不怕 我們在這裡 原地活的 真的會激死他 可以說是 哇 這個玩法好啊 我喜歡啊 就是什麼 就是似著新手 欺負老手 哈哈 我不怕你了 我告訴你 魔法導源 我不斷復活了 這個玩法 你真的猜不到 這個玩法 你真的猜不到 新手 原來又可以這樣玩 我都走到一邊 嘩 走到這麼遠都被他打 走到一邊 點點奇林 先 點點奇林 打 喂 他追到我過來 喂 喂 不要這樣好不好 讓我走啊 唉呀 哈哈哈哈 我想走一走 給我點點奇林 可以嗎 不要太扯了 我真的很喜歡我 來 我們先升一升 好了 我的伙伴你等我 又死了 我覺得我不可以 再這樣下去 又死了 我覺得我不可以再這樣下去 我要繼續升 好 已經死了 Good 證明我都有carry到少少 是嗎 少少那麼多 少少都沒有嗎 大家覺得呢 我有沒有carry到少少 我覺得有的 有的 我們快點走 啊啊啊啊 喂 搞定 有贏到的 我 加好有先 我會有這麼厲害 嘩 我們打完這個副本 我們的level 馬上升到28級 不是開玩笑 他那時候是20級 我出來是28級 足足升了8個 我覺得這個副本 應該就是必打 新手必打的副本 大家記住了 如果大家不記得 我告訴大家 這個副本 是叫做 夢境河陽 大家記住了 聽說有一件事 非常之重要的 就是這個遊戲 可以打野戰 不是 野外PK 這個非常之重要 我覺得我在野外PK之前 我必須先做一件事先 因為我們野外PK 很容易被人PK 所以我們一定要玩一個好的靠山 怎樣為之好的靠山呢 我都告訴你 就是什麼 就是加入幫派 各位觀眾 Everybody 各位小朋友 各位大朋友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們要加入幫派 果然 黃天不負有心人 花果山這個幫派 終於收留了我 多謝幫助撥頭 我現在來到野外的地方 那我在想在這裡 究竟我可不可以PK 那我就想試一下 那我就試一下 剪除這個 保護 試一下 白命保護 我覺得這個遊戲 真的不要隨便騙人 你真的有這麼少的實力 還有這麼少的靠山 才去搞人家 現在我就再次去搞人家 完全就是一個 小屁孩的一個行為 我非常不建議大家這樣做 不過我覺得這樣非常好玩 他呢 超人的機 受死啊你 不動命 打爆你 打爆你 我要打爆你 哈哈 當他幫派先 一樣 現在在這裡搞人家 幫派的成果 搞定你啊 哎呀 他又補分滿血了 激死我了 搞定 哎呀我殺了他 哈哈哈哈哈哈 好恐怖啊 第一次殺人 我的名字給點紅色啦 給點紅色的話 就是代表著 可以讓任何人去打爆 我現在還是先逃跑 哈哈 這個野外P技的功能 真的很過癮 可以亂打人 但真的 這個真的要足夠實力 足夠靠山 好像我這樣 沒有足夠實力 不要緊要入足夠靠山 由我的幫派去支撐著我 但這很明顯呢 就是我被人逐出幫派 就是這些 哈哈哈哈 好了 決定今天要一個高空 高炒下去這個地方 嘩 這個背景挺不錯 就在這裡跟大家說個 拜拜 這個遊戲是來母妹妹 推薦給你的 今天是這樣 下次回來 再見啦 掰掰 拜拜